113年流感新冠疫苗同步施打作业从10月1号展开 华林县副县长严新章 8号在卫生局局长朱家祥的陪同下 和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东区管制中心主任简大任 以及第一阶段施打对象的代表 在县府大礼堂举办了流感暨新冠疫苗接种记者会 在会中宣示流感新冠疫苗期接种 守护家人保健康的内容 希望大家踊跃的来接种 呼吸人员新章表示 秋冬正式呼吸到病毒耗发的季节 为了减少感染以及感染后所造成的重病以及死亡 其中疫苗是最有效防范流行感冒 以及新冠肺炎的福尔法门 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贼心 把他安排了以后为了大家的健康 能够快快乐乐 所以说及早做这个准备 让我们花莲所有的乡亲都能够健健康康 跟刚才的那个表演的小朋友一样 今天凡事来了以后或者以后打了以后 通通健健康康快快乐 祝福大家永远健康快乐 第一阶段开放人65岁 原住民55岁以上长者 学龄前幼儿学生医师以及卫生防疫相关人员等十一类对象接种 第二阶段 自11月1号开始 流感疫苗开放50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接种 新冠疫苗则开放出生满6个月以上民众全面接种 会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民众前往接种 且两种疫苗同时接种可获得双重保障 另外本身为了守护长者免疫苗新冠病毒的侵扰 正在65岁以上长辈价码提供打新冠疫苗送200元礼券服务 借此提升长辈接种意愿 记得继续欢迎欢迎收看